OK 我們首先請到洪晶堯老師請做講評 羅平的話呢 這首歌真的 可以稱你為印度250嘛 在台灣500 500 這是讚美啦 這是讚美 特別是煞到力 煞到力的尾劇 你還有稍微拉一下 其實我覺得那邊你再把它拉一點印度音喔 再讓它再多一點抖音 我覺得那個效果會更好 不過整個歌舞劇的表演方式 一氣呵成 非常過癮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聽你的咬字 我覺得這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印度歌的那種寶萊塢的感覺 是非常有效果的 加油 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 丁曉雯老師請 愛的比較深是我寫的詞 所以 這個歌真的很難 因為當時在填詞的時候 就真的整得很慘 那今天蒨時表現呢 我覺得就整體來說 整個歌的架構 其實你有抓到重點 因為這歌一開始進歌是平和的 接下來轉折是堅定的語氣 再來轉折是一種釋放 最後又回到平和 我覺得就整個的架構而言 你有抓到重點 好 唯一不同的是 原唱成熟化 他唱的語氣都是比較溫和 因為成熟化唱歌 向來不會跟人家吵架 他就算唱狗血歌 也是非常有氣質很優雅 好 所以唯一的不同是 今天蒨時選擇是一個比較 群群肚肉的真音來唱 譬如說 傻的要誰來承認 那個傻的 在第二遍 可以嘗試用假音 你都選擇用真音來推 好 所以在語氣上面 會覺得比較現代 就現代的女性是比較堅強 獨立的 好 比較現代的語氣 但是我還是要說 原來成熟化 他這一種柔柔軟軟的語氣裡面 但是帶著堅毅的感受 這仍然是很難超越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學到 用軟軟溫和的語氣 唱堅毅的表情 那是更上一層樓 謝謝老師 好 羅平的 煞到力 好 羅平今天前奏舞蹈的部分 你們其實有一點點慢半拍 好像沒有跟上舞群 不知道是慢還是說 不太確定 我覺得前奏看起來 我有一點點驚心動魄 還好今天歌唱的部分 氣味有抓到 雖然那個咖哩很不便 真的很像硬幅歌 但是氣味有在 但老師還是要建議你 我覺得你的戲劇性 可以再濃一點 大膽一點 煞到力 煞到力 好 所以呢 我覺得可以再思考一下 把它表現得 更讓我們覺得說 哇 熱血澎湃一點 基本上兩位今天一開場 都表現得 非常精采 說實在 說實在 這首歌 五百唱 如果你沒看字幕 也不知道他能唱什麼 那唱歌 規格就是這樣 對 對 我想聽聽 鍋子對你 他的舞台表演 你覺得什麼 對 我覺得 蒨時呢 我只要給你一個小小金 因為其實 唱歌真的 我剛剛已經戴耳機聽了 你的音準都非常非常的好 但只有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跟舞蹈在一起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到表演這件事情 你的表演還差一些些 好比說 你用氣球去拍這個氣球 你的歌聲跟這個動作 並沒有合在一起 就是歌聲還是歌聲 然後動作是歸動作 這個你如果再黏合在一塊的話 會更好 就是只有這麼一點點 小小的缺陷而已 然後羅平我真的 太享受你的表演了 太好看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表演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不是嗎 是不是 不是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 因為你沒有包袱 這一點倒是 蒨時你要跟他多學一學的 因為你太多 你想把音樂唱好的這個包袱 所以你對動作這些事情 你就開始會有分心 因為你要把專注力都放在 唱歌上面 可是羅平沒有任何的包袱 他就是這麼表演了 哇 我真的覺得這 100分 棒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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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蒨時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不斷在舞蹈上面 自我突破的蒨時 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呢 1 2 恭喜得到91.2分 90就了不起 還91.2了 羅平這首歌 到底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很有寶萊塢風格的撒丟力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是關鍵 1 2 3 4 5 6 恭喜得到91.6分的高分 王建復流汗 不是 王建復流什麼汗 後面兩個才要流汗吧 後面兩個都貼黃牌的 你們這樣子就讓 逼近絕路了嘛 平常都仁義道德 我好捨不得他們離開 我們平常相處 都會不會好 把他殺成這樣 沒有 我真的其實今天是有機會 好了 不用講話了 謝謝 我真的怕會忘詞了 藝人其實都很狡猾 只有我最真實 對 瓜哥 永遠是最真實 一點都不浮誇 對 我就叫浮誇 我也 就有難見了 休息 記見了 päですね 老過 極 是 傻 紅 dull 不